那Change the World呢,是我現在一直想要 就是我的一個團隊,他們叫做Change the World 那我就叫他簡稱,大家叫CTW 那Change the World呢,就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用遊戲去翻轉這個世界 就是用這個遊戲的方式去 我們看到一些台灣的一些教育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來翻轉這個教育 那就是說台灣的教育常常都是有無子盡的考試 然後還有補習班四個填牙式教學的 這樣的方式當作是一種教育的模式 那這道高牆會讓現代教育組織在外 那這是Herbert他的一個一段很重要的一個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就是因為我在加普中心工作的過程當中 因為其實這些弱勢的孩子呢 他們在他們的 他們往上爬的方式 父母親常常都告訴他就說 你就必須得要用功德書 但是到底讀了這麼多的書之後 那他最後他大學畢業之後 那他到底人生的方向是什麼 或他是不是具備一個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呢 這個部分 就是在我的觀察裡面我覺得是沒有的 所以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教育需要做一些改變 那就是補習班師的教育呢 對於產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毫無幫助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途徑 和孩子去做一些活動 那這個是我在五六月的時候呢 我舉辦了一系列的這樣一個桌遊講座 那這一群有年輕人 然後有孩子 然後也有媽媽們 那他們呢 就是我的這一 我要去原住民的 阿美家園的部落裡面的 他們的 我的很重要的一群 志工普販這樣 那他們在 我發現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17歲的 然後有40幾歲 50幾歲的阿姨 他們在透過遊戲的過程當中 他們可以全部融為一片 然後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想要傳達的一些理念 跟教材的東西呢 可以很直接的就穿透到這些孩子的生命 然後甚至這些媽媽的生命 所以我發現就是說 遊戲呢真的是能夠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一些改變這樣子 那國際遊戲治療大師呢 他曾經講過鳥飛、魚遊、兒童遊戲 那意思就是說呢 遊戲其實是出自於孩子的本能跟自發 任何文化中的 任何文化中的孩子呢 都會喜歡玩 那基本上呢 孩子就是透過遊戲 來去學習生活 所以說遊戲呢 並不一定是浪費時間 他就跟我們大人一樣 在透過交流的過程 然後透過溝通 透過講話的方式 去做學習的部分 而且反而呢 遊戲能夠讓孩子 能夠更加的 在實際的經驗裡面 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能夠發展他們的不同的潛力這樣子 所以說呢 我們的CTW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這就是我們很重要的宗旨 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遊戲 然後去激發每一個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 並以實際行動去光環社會 那這個也跟剛剛豪哥講到的 有些東西是有的一同呢 因為在三月的時候 其實有這樣一個學運 然後在更之前 其實這樣多人成家 等等這樣很多的這樣一個社會議題 他在跑出來的時候呢 但是我發現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是沒有想法 他可能就是 他看了新聞 他可能就 他就想到這樣一個 他可能就被影響了 或者他沒有他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們認為 擁有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他差有辦法 也具備能夠去光環社會的這樣子一個能力 不管是任何的議題都是一樣 所以最關鍵的 其實我剛剛前面講這麼多的 就是玩 我覺得玩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玩的這樣一個 實際的經驗 歡樂的經驗裡面呢 能夠去帶來一些不同的改變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在遊戲當中可以看到 孩子之間的關係 這是我上個禮拜在 呃在 在 在金山萬里那邊辦的一個 就是桌遊的下令 你知道嗎 那這三天兩夜的下令 就是用桌遊的方式呢 然後去跟孩子做一些引導 那這是Cash On Gone Live 那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孩子他們是 非常的有創造力的 那我們也可以在遊戲的過程當中呢 能夠看到孩子的專注力 就是他們在 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絕對比他們在算 數學加法乘法的過程當中呢 專注力會是更高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就會說 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能夠看到孩子很多的創造力 他們在過程當中 能夠有很多很多 天馬行空的 這樣子一個不同的想像 那 只有透過玩 他們才有辦法獲得這些東西 如果你告訴大家就說 喔 我們現在要來算數學 你不如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來玩一款 749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也許這個過程當中 他才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樣子 那重點是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因為我在做的大部分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的興趣是桌遊 那我最一開始結合的 這樣一個媒材呢 是桌遊 那但是其實後來我發現 其實只要是玩就可以 那這個是我們最後面 我們這個RPG的這樣一個營隊呢 他帶到後面的時候呢 蛇老師要調配出這樣一個 魔藥的過程當中 他們必須要完成一個體驗遊戲 那這個 所以說呢 只要是營隊的概念 或是跟玩牛關係的概念 其實都是我們組織 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一切呢 就是從一個想法開始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獨立思考 學運啊 然後還有這些多元成家的 這些社會上面的議題 我發現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是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的 然後從我一個人開始 然後發現 也許可以去舉辦一些讀書 讓更多跟我一樣想法的人 能夠跟著我一起去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我的組織名稱 一開始叫CTW 全局的我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個組織名稱 實在太遜了 一點都沒有間別度 那這部分我覺得 那是我組織的 中後期要想思考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他成為一個 我很重要的一個團隊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這一開始的時候 我這張筆記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那個是我在一次的午後呢 然後在喝咖啡的時候 然後醒下來 就是我一直想說 我一個26歲的年輕人 我可以為這個社會去改變什麼 我發現社會有很多的問題 有糧食的問題 有醫療的問題 有戰爭的問題 有教育 有銀子水平膚差距 然後還有生態這樣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我該怎麼樣去做 所以我決定要去舉辦讀書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到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很多的 這樣的議題 能夠去做改變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我組成的一個 一個跟我有一樣想法的人 然後每個禮拜三 我們會在我的中心呢 然後去舉辦這樣的一個讀書 那我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教育 能夠讓孩子自由的去想像 然後大人呢 能夠懂得用不同的方式去激發孩子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學習方式 也許世界會變得不一樣 那這一位呢 是我在辦 五六月在辦這樣的一個桌遊課程的時候 他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我們基隆很有名的一個補習班老師 的主任這樣子 那這些兩個是他的小孩 他還參加過後 他還發現就是說 他說他從來沒有想像到 他的孩子 會這麼樣的跟他融為一體 他是用融為一體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說明 我那時候聽得非常的感動 他說他第一次覺得 他自己可以跟自己的孩子這麼親近 而不是永遠就只有考卷跟讀書 這樣子的兩個部分 而且他發現在做的時候呢 還是其實 有很多他沒有看到的這樣的一個前例 那再來呢 要分享兩段TAG的影片 影響我非常非常非常深的兩段影片 那 我那時候我在五月的時候 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全身顫抖 然後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的天命 那這一個呢 是那個John Hunter 他的一個世界和平的遊戲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播放這樣一個影片 那等一下呢 我後面有放一個QR Code 那大家可以掃下來 回去可以花十分鐘的時間去看 那總而言之呢 John Hunter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把 World Peace這件事情的概念 他把它做成一個桌遊 然後讓孩子去經歷 這樣一個七天的營隊 然後讓他們去扮演國務卿 扮演總統 扮演國防部長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每個孩子會有二十個孩子 然後每個孩子扮演七個不同 貧富差距的這樣一個國家 貧富的國家的 貧富的國家的 國務部長 也有很富有的國家的 這樣一個總統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讓孩子去體現 什麼叫做世界和平這樣 那裡面有一些真的 非常感動的一些畫面 讓大家真的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 那第二個呢 Gaming for understanding 這個TED呢 影響我非常的多 就是說 怎麼樣透過桌遊呢 怎麼樣透過遊戲呢 能夠去教導孩子 怎麼樣去懂得別人在思考 在想什麼東西 也就是所謂的 感同身受 反思力的這樣一個部分 那這兩段影片呢 就是 就是我非常很喜歡的這個TED的影片 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呢 等一下我的PDD上面可以來掃一下 那就可以去看到這兩段很重要的 對我影響很深的這樣影片 就這兩個影片為什麼這麼重要 是因為我發現桌遊 或者是遊戲呢 他們都是能夠著實的在透過孩子的實際經驗裡面 能夠去改變這個社會 那最後呢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遊戲能夠改變社會 也許覺得玩 就是我現在跟很多的家長在說服他們的時候 就是玩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還是覺得沒有產值的東西 它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 但是遊戲確實是能夠翻檔 翻檔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那就是剛剛那個姊姊有講到 就是說走不一樣的路才會到沒有走過的地方這樣子 這句話真的也讓我非常的感動 是有母思 有母思就是這個社會企業之父 很多人說在社會企業之父給我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說如果要走跟人家一樣的路 你永遠就只能夠到別人走的 我就像我的社工 社工領域 如果再繼續在我的社工專頁 繼續鑽研的話 就是心理直商變得更加的厲害 或者是我在會談的技巧更加的厲害 那所以說我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媒介呢 能夠做到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這是有母思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那最後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改變世界的力量要從遊戲開始 這是我在這些 這兩年呢 在從事社工的過程當中我所學習到的東西 那這個組織呢 其實都還是在剛起步的一個狀態 才兩個月而已 但是其實我們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交往 我們每個禮拜三的讀書會 我們除了去關心 這樣子一個貧窮的問題 但是呢我們也同時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可以引用這樣子 比如說I'm the boss 然後去跟孩子們去討論到就是說 我是大老闆這款資本主義的遊戲 那怎麼樣這個資本主義是怎麼樣剝削 這樣子一個貧窮的社會 那我最終最終最final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能夠去做出一個贏盾 然後是品格教育的贏盾 或者是針對這樣子 就像剛剛John Hunter 這樣的世界和平的桌遊 然後能夠創造出這樣子一個不同的可能性 那因為時間到了 那我的簡短分享到這邊 那歡迎大家能夠問我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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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